埃及政府繼續對被罷免的穆爾西總統所屬的政黨施壓 拘捕了穆斯林兄弟會的一名發言人和一個與該組織有關的伊斯蘭教人士 穆斯林兄弟會所屬的政治黨派發言人穆哈德亞里 星期三在開羅機場被捕 此外,當局還在埃及和利比亞邊界附近 拘捕了伊斯蘭教人士阿加齊 當局說他們都企圖離開埃及 在之前一日,埃及臨時軍政府拘捕了穆斯林兄弟會的精神領袖巴迪 70歲的巴迪因為被指控涉嫌6月份 煽動對要求總統穆爾西下台的示威者實施酷刑和加爾殺害而被捕 示威者要求總統穆爾西下台,埃及一間法院星期二下令 檢察官調查此指稱期間要拘押巴迪15日 同時聯合國主管政治事務的副秘書長費爾特曼 正在開羅衛結束血腥的政治危機而舉行回答 支持 stand and quote 發佛宮 番内ieu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